遭到家暴被父亲狠狠摔向冰箱的三个月小女婴小老虎 由于她颅内出血脑压过高紧急开刀了 医生也表示虽然是有机会存活下来 不过有50%的机会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这个小女婴的母亲则说 一定要替女儿来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病植物人 这两个小孩而已 你闹到肥肚子现在很危险 小老虎的阿嬷一想到自己带大的小孙女 因为儿子黄姓男子狠心施虐 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伤心的都说不出话来 而小老虎的母亲也心情沉重 说要替女儿争取50%的存活机会 不开的话 要最坏就是走了 要不然就是一样也还是成植物人 遭到父亲狠摔冰箱的三个月小女婴 因为头部重创病情恶化 礼拜四医院赶紧帮她冻结脑压手术 不过还是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她生的过去的话可以继续活着 我能不妨争取这50%吗 长期遭到父亲施虐的皇家姐妹四人 大姐跟二姐平时都爱画画 翻开姐妹娘的课本上面 里头的插画人物竟然被画上伤口 跟满脸鲜血 笔记本上也写着被打很惨的字眼 看得出来小姐妹对于遭到家暴 心中的恐惧 虽然目前狠心的父亲已经遭到收押 不过对家属来说 小老虎的平安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 小老虎的平安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